5月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 台东基督教医院特别安排护理师 再次戴上护士帽 重温学生时代加官传光仪式 并表扬院内的机优护理人员 而台东马街医院则是办理海报比赛 将疫情期间所见所闻化为图案 舒缓工作的压力 护理师们戴上护理师帽 手持着蜡烛 将微弱的烛光传递下去 台东基督教医院在5月12号 国际护理师节这天 特别安排护理师 重温学生时代的加冠仪式 于经理之臣 于经理之臣 过去福或护用有害之道 在国际疫情逐渐升温下 第一线的护理师们将首当其冲 台东基督教医院特别安排这样的仪式 也希望为辛苦的护理师们 加油打气 特别是在执行医师的 医嘱的时候 没有护理人员 那么医师他的order 就是空口白化 没有效果 医师的order 就算再好 也需要我们护理同仁 把他执行出来 非常感谢你们 在防疫期间的一个付出 第一线 第一个训练对COVID-19病人的一个医务团队的人员 非常感恩 而台东马街医院也同样在国际护理师节这天 举办海报比赛 希望将疫情期间所见所闻 化作图案 疏解工作的压力 在严峻的疫情下 护理师们仍必须坚守岗位 期待所有民众能够给予护理人员更多的同理心与尊重 一同攜手度过这波的疫情 记者潘俊伟台中世报导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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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